昨天如果大家有认为有不适当的地方 通算我了 为了顺利学上定义法 有什么不瞒立法院长韩国瑜全吞下 但前一天可是对民进党立委黄杰 落众话 究竟如何开锁进会议室 是否找锁匠 攸关国会安全要彻查 但劫持器画面谁提供 民进党也喊话要查 国民党拿出来外面散播 做攻击 那你找到这样的可以的话 有没有让你个资 请问韩国医院长 我早上四点多早起上班 合法合规的进到会议室 到底是严重在哪 有比你过去打扁严重吗 黄杰凡匠早起错在哪 绿营之所以一早假动备战 权威选罢法 但看看7月4号不止内政 包含国防外交等其他四个委员会 都被瘫痪 7月8号原本预计讨论考试委员人 事案电业法大炸 司法也通通停摆 不讨论不表决 我们所有的委员都在立法院待命 但是去签到没有签到不 签到完了要开会没有办法进场 7月8号内委会邀审的六案 除了律委吴秉锐提出后又撤案的选罢法 另外五案攸关原住民选罢法 蓝白骑鸿绿营不但夹动杯葛议事 下午朝野协商 蓝白党团总招都到场 唯独不见绿营党团三长 昨天有四个案子 有十多个部会也都被通知了 但是到之后却独缺民进党团的三长 来放大家鸽子 一个选罢法朝着监视器画面 延伸出更多展场 TVBS新闻无可言成天台北传播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